今天又是一年一次的越南國慶日 距離下一次的國慶還有365天 每年越南國慶日的時候 我或多或少都會PO一次這個文章 就是三夢海湯金 以前我其實也有讀過這一篇文章 在這裡 它其實算是詩啦 新詩 可是當時我並沒有特別去解析這一首詩 在寫的是什麼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解析一下的詩詞內容吧 不過在這個之前我想要分享一些 關於這個時空背景下的越南 理音上其實9月2號 我們好像是覺得說 越南真正的徹底獨立了對吧 但實際上如果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時間的越南其實根本就還沒有獨立 9月2號呢 其實也只能算是北越的國慶日 這要怎麼說呢 這時間大概就要從1940年開始 法國人被德國納粹給管理 統治 那當時的法國改名為奇法國嘛 有一個國家 虎視眈眈的看著越南這一塊就是日本 所以日本其實從1940年到1945年之間 也不斷的一直想要蠶食驚討著越南 當然中間的細節我們就不多說齁 反正日本就是有一段時間 它是跟法國是達成協議 兩國呢就是一起統治著越南 那法國人呢實際上其實它在越南並不是全境的統治 你知道嗎 它分為北齊中齊南齊 大概就是差不多就是現在的北中南越這樣子 而北齊那邊就是北越呢 其實它是有皇室在管理的 也就是越南的寶大帝 就是我們的末代皇帝 那當然這個皇室還是要聽命於法國總督 它算是一個傀儡的政權了 但它並不是一個心力的傀儡政權 就是它本來就在那裡 然後人家來統治它 它並沒有被滅掉 所以它就要聽命於這個統治者的一個既有的傀儡 而對日本而言 其實越南也沒有辦法提供太多它戰爭上的需要的資源 例如石油什麼的也沒有 它想要拿下越南主要是因為它想要切斷 從越南那一邊給國民黨的補給線 好讓它能夠拿下中國 其實日本後期就是都集中在北越那邊 就形成了北日南法的一個局面 那在1945年的時候 日本就慫恿這個寶大帝說 你要不要起來獨立啊 不要再被這個法國人給統治了 我支持你 好我也不知道寶大帝到底是有沒有答應這件事 反正日本就做了嘛 它是驅逐法國官員啊 反正就發生一場政變 名義上越南人政變 而實際上其實就是日本在北越的政變 當然這個政權呢也維持了大概一個禮拜而已 為什麼 因為當時的北越呢還有一個團體 就是我們的胡伯伯 所帶領的這個越南獨立同盟會 簡稱越盟 當時就開始刺激而動 跟日本人就發起了八月革命 就控制了整個北越了 那我們這個寶大帝其實也是四十五者為俊傑 從比較清高的角度來說 它不願意從一個傀儡變成另外一個傀儡 所以它不如就讓越南本地的這個革命分子 來成為越南的領導吧 大概是這樣子啦 而其實我們可以看喔 1945年的8月 8月14號日本就投降了 在8月14號以前呢 日本可以說是焦頭爛額 太平洋戰爭打得真的是寸土寸屍啊 所以說基本上日本也沒有太多的心力 會投入越南這個戰場來 我看來當時的日本基本上已經是日薄西山啊 不管它守不守得住 反正8月14號那天 它還是得五條件投降 於是1945年9月2號 胡伯伯就宣布了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 所以我們所現在認知的這個 越南國慶日、越南獨立日 實在那個當時啊 並還沒有獨立 為什麼 日本投降之後誰來接管呢 不是法國 是國民黨 沒有錯 日本在遼國跟北越 有很多的軍火庫 都是國民黨來控制的 當然國民黨留在北越的時間不長 當時二戰結束 當然法國又想要拿回北越的管理權 於是啊 它又跟國民黨達成協議 這邊我來管 又跟越盟達成協議 我這個法屬印度之那裡面啊 我就承認你這邊有一個自由國度 我就讓你在這邊自由運作 那我們呢 一月各表 互相承認 我就默默讓你運作 你就乖乖的在那邊就好了 細節當然不是這樣子啦 我大概只是講一個方向而已 可是為了管理越南呢 其實法國大概也能夠秀得到一件事情 就是越南人想要自己做主的這個氛圍 所以當時的寶大帝把這個權力啊 交給了越南民主共和國之後 他又到了南越去 喔 重新被聘用了 法國又在南越這邊啊 重新扶持起來 變成了新的親法的一個政權 你說你是人家投資的人家大股東呢 你能不親他嗎 當時越南就變成了一個君主立憲國 人家還有玉席喔 你看這玉席就很特別啊 還有漢字跟現代越南文喔 那這個君主立憲國啊 他下面的總理呢 就是吳廷燕 吳廷燕後來怎麼把這個寶大帝給鬥掉了 這個細節可能我們以後再來聊 反正呢 當時法國都還是這個我們可以說魔爪 都還是有在越南的各地管理著 越南人都還沒有獨立 所以1956年的時候呢 法國又拿回了越南的統治權 又在南越呢 成立了一個君主立憲國 可你覺得越盟人家都起來流血流汗革命 我還要活在你的陰影下嗎 於是乎在1954年的時候 如果墊邊府戰役一打 我也覺得法國應該是管得累了啦 所以呢 在日內瓦 法國就承認了 越南民主共和國獨立的事實 那個時候的越南才是真真正正的 沒有人管了 我們才真的獨立了 可是當時 法國就留下了一個爛攤子 我扶持了一個新的政權在南越啊 怎麼辦 你們自己去想辦法 當然啊 他們的措施大概是這樣子啊 兩邊開放邊境 讓人民啊可以選擇來往 看你要在南越生活 還是要在北越生活 時間一到呢 預定啊 1956年的7月 我們就來進行一場公投吧 看人民是選擇讓越南民主共和國 就是北越 還是越南共和國 也就是南越 看誰來統一管理越南 如果這個成功的話 那可能會是亞洲首個透過公民投票來和平統一的例子 可惜沒有 1956年 吳廷岩就不答應了 當然老美為了防堵這個共產黨的拓張 他就支持了這個吳廷岩的做法 於是乎當時的越南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局面 就是我獨立了 但我也徹底變成了兩個國家 徹底變成分開的兩個個體 我又變成了大國的角力 大國沒有管理我 大國沒有統治我 但我依然是他們的傀儡 在我看來就是傀儡 美國控制著南越 蘇聯或中國控制著北越 因為國民黨1949年就輸了嘛 所以基本上1956年已經是中共了 那這個角力就這樣子 零零星星的戰爭就一路爆發 打打打打打打 一路打到1975年的4月30號 好以上就是整個脈絡 那胡志明本人他就來不及看到越南統一 他在1969年也是9月2號去世的 可是因為當時就是北越的國慶日嘛 所以他的這個去世的消息啊 還延遲到了9月3號才發布的 所以總歸來說啊 越南的獨立的這一天 就是我們現在熟悉的這個9月2號 他實質上其實都還有在很多的陰影 很多的波折下 那當然無論怎麼樣子 其實從這首詩裡面 再回去看的時候 還是蠻激勵人心的啦 OK 我們就進到正題 今天就來解析這首詩 那當然啊 解析詩之前 我們就先來小小介紹一下他的作者 他的作者叫做多胡 多胡本人啊 他的本名不叫多胡 就跟很多越南人一樣 就跟胡志明本人一樣 他們都是姓阮 各位應該知道 胡志明叫阮生公吧 這個作者就叫做阮金城 文金坦 多胡是他的筆名 那這個筆名是什麼來的 其實是一句文言文而來的 多胡叫做素有 素有就是無而素有大志 裡面素有的兩個字 所以可以看得出 其實這個詩人呢 他的古文造詣程度還蠻好的 是一個介於古文跟現代文之間的一個詩人 那這個素有就是隨時都準備好的一個狀態 那後來他又把這個有字呢 改成了這個有 想要表達的就是做別人一個樸素單純的朋友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從有字變有字 顯然他是經歷過了越南還在用漢字的這個時代 有受過漢學教育的人 好啦 我們今天終於進到了重點 完成了我多年以來一直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去解析這首詩 這首詩其實沒有什麼難懂的地方 但是它是一個經典之作 我們來看看 我先念過一遍 那我在念的時候用的是北樂腔 但等一下我講解的時候用的是南樂腔 這單純就是因為我個人的習慣而已 今天晚上兩天 大土土土花蝶 大山天 大土日會擁敗 大山天 大山的声音 大山的聲音 大山中 大山中 大山山 大山大山 大山山 大山大山 大山 大山大山 蠆蠦 大山大山 大山大山 大山一瓦 大山大山 大山市民有話題 他句子其实不多,用词也不是特别难 今天是早上 大家也知道越南的日期是2号9月 这个猛在北越可以表达阳历 也可以表达阴历 也就是我们的农历跟国历 但是在南越猛通常是表达农历 也就是阴历 那我要怎么讲西历呢 我们会说day 就是数字加day 例如说今天是me day high day 把这个day加进来的时候 就是把这个c给加进来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明确的标注阳历的意思 那我们用猛的时候就变成是在讲阴历 可是这个猛只能表达从1号到10号 就是猛猛到猛没 到了11号以后 我们就是用ngai 而不是用蒙 tudo hua vang nang ba den 这边这种写法在我看来啊 如果在电影里面呢 我们可以称为一种叫做蒙太奇的剪辑手法 什么叫做蒙太奇的剪辑手法 蒙太奇就是透过各种不同的画面的拼凑 这些画面单独来看的时候呢 它其实你看不懂它什么意思 或者是它没有各自没有任何的关联 可是当它按照顺序来播放出来的时候 诶 你自动脑补 自动知道这个事件是怎么演变的 同理 这边 tudo 首都 OK 花板 黄花 越南的黄花跟中文的指什么 明日黄花那个不一样啊 黄花其实单纯只是要描述 花开 花盛开一整大片的那个景象 就是黄花 nang 阳光 baden 就是拔亭广场 这些元素如果拆开 你就会觉得它好像没什么直接的关联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抽在一起 用镜头来拍的话 可能你就会看到一个大城市的一个远景 然后会看到很多的花 然后就会看到阳光洒照在这个 八亭广场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视线法 mong jiu dim jiu dim jiu dim gung nin mong 是有很多的意思 多到我数不清的时候就会用mong 例如说好多年我们可以说mong nam jiu 是照 但这个照并不是中文里面的照 照是指越南语的百万的意思 所以有上百万个有很多个 甚至达百万个 百万个什么 dim dim 就是心 那心就是代表人 所以至少有上百万个人 就等待 八亭广场能不能占一百万人 我是不知道 但反正就是一个夸视法嘛 对不对 那这群人呈现出一个状态 什么状态呢 他用了一个形容词叫做 jim gung nin jim 是鸟 gung 也是 nin 就是憋住 我能发出声音 但我不发出来 我忍住 我憋住 这个状态叫做 nin 把气憋着 憋气 叫做nin 头 想把话说出来 但我不说 我忍住不说 这个状态也就是说nin 鸟是一个不可控的嘛 可是鸟呢 也忍住不发出声音了 这叫什么 丙袭以待 他们正在等一个人 也不是这个人 他们正在等一个人 相对的有一个反差出来 就是 bong vang len 定 hok 恩 定 bong 忽然的 vang len 想起了 定 hok 歌声 恩 定 恩情 忽然想起了 充满恩情的歌声 其实也不是啦 恩情是指情感的意思 也就是说这个广场 忽然就 欢呼起来了 我们可以这样子说 那欢呼的内容是什么 ho jiming ho jiming ho jiming 就大家熟悉的 胡志明 胡志明 胡不不不 Ngoy den jendai lang fuk jay Ngoy 可以形容的是你 也可以说的是他 越南这种第三人称或第二人称共用的一个抽象的用法还蛮多的 这里有一句歌词是 Ngoy den lang im den te Vilang im sezik jet guang tim 这里的Ngoy 指的就是你的意思 可是在这首词里面的Ngoy呢 指的就是他 或者是指的就是胡志明本人 那这个Ngoy的用法啊 就是通常就是我退了一万步来 看着你 自身于这个事件之外 我看着你的那种情景 挺抽象的啦 那Ngoy是站着 Jen是什么东西的上面 Lai是台子 所以就是他站在台上 Lang Lang其实是潜水的意思 但其实这里的Lang是指 Yim lang的Lang Lang im呢 是安静 可是如果他要用 他对胡志明用im的话 感觉好像是他命令胡志明要安静 所以他没有在用im lang 他用了lang 一方面也比较简洁 二方面来也没有一种命令的感觉 Fugzei Fugzei是分秒 那这个分秒我们可以把它翻得比较好一点 就是说片刻 他站在台上沉浸了片刻 那这个片刻里面他做了什么 Jong lang gong da Wai hai tai Jong是望 Same是观赏 欣赏 Nin是看 单纯的看 那Jong呢就是有一种眺望的感觉 从一个远处去看着一个更远的东西 那广场上有一百万人 我当然就是要用Jong的方式去看这些人 Lang是一群 Gong是孩子 就是孩子群 孩子们的意思嘛 Fui hai tai Fui don zi 那在这里呢 到底是胡志明看着他们 然后挥动着双手 还是台下的这些孩子们 挥动着双手 然后胡志明看着他们 好像两个意思都通了 那为什么要用Gong 因为越南人认为胡志明就是我们共同的父嘛 所以越南人理应上就是胡志明的孩子 所以这里的光并不是指小孩子 而是指这群人 不是这群人 是这群人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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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Gong gong 它是汉词 Gong就是Gong的意思 Ven是指圆形的东西的形容词 那通常是指芳 一轮 中文里面我们可以用 轮一轮月 Ven不一定等于轮 但是这个轮呢 是用来形容这个月嘛 Ven也是用来形容一个圆的东西 那这也当然不是讲月亮 讲的是什么 Gong 额头 大家对胡志明的印象应该有吧 对不对 他额头是很圆很亮的 所以高高的浑远的额头 然后呢 还有什么 额对吗 额是灿然 迥然的样子 山额 灿亮的 迥明的 那对吗 就是双眼 所以他高高的额头 迥然的双眼 就是形容胡志明当时的这个面太 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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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是新的意思 那在这边呢 就是指刚刚 才刚 抬是看到 抬是看到 抬就是这里 看到这里 当然不是 才刚看到的意思 独立 始 见 于此 好了 以上就是全文解析 我想做完这期 我每一年都可以 再把这个影片给大家出来 跟大家分享 达成我人生的成就 那大家越南国庆快乐 在越南的朋友 请注意 有没有塞车 大家就好好的去放假吧 放假期间 大家可以多多看我的旧影片 那就谢谢各位 我们明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